极乐世界成就到今天 佛告诉我们十节 十节 在祝佛刹土里面 他很新 新兴的一个佛国度 只有十节 其他祝佛刹土 都是千节万节 无量节 极乐世界才修成 才成立的 那么这世界当中 每一天 注意相想 他戒淫的对象 是变法戒虚空戒 一切祝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 以这个为主 众生苦啊 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 他用的这方法 这就是他的愿力 大智 大德 大能的加持 让这些众生 念这一句佛号 南无阿弥陀佛 或者是念阿弥陀佛 都可以 这一句佛号 把你的烦恼 你烦恼不要断 你老念这句话 烦恼自然就没有了 业障不要消除 时间久了 业障也不见了 断烦恼消业障啊 就用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了 你们注意心里想想看 如果我这个心 二十四小时 心里头有阿弥陀佛 口里头念阿弥陀佛 烦恼跟业障 不见了 自然就没有了 天天如实 一年三百六十天 十年三万六千天 三千六百天 就没有了 就消掉了 念念在消啊 一天念一天消 十天念十天消 这还得了吗 不必用另外的方法 所以 佛有慎念彼身的大愿 你真正肯相信 真正想求神 黎明宗师 一念慎念都能往神 那换句话说 一念十年 都能把你的烦恼业障 消掉 八万四千法门 你去找 你找不到吧 千经万论 也找不到这个说法 这个法门叫 男性之法 但是很容易做 男性 异行 末发九千年 释迦牟尼佛了 末发九千年 什么方法 能度这末发九千年的众生呢 就是这个办法 那 写发灭经经里面说 佛发将来灭经 最后灭的是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灭后之后 阿弥陀佛的名号 还在这个世间 留一百年 到那个时候 听这一句佛号 都能读 条件非常简单 真信 真悦 我真念 念的时候 要记住 大师之菩萨 教我们念法的方法 都学六根 经年相机 这八个字 跟 这名妙行菩萨 所讲的是 一个意思 但是 这名妙行菩萨 讲得好懂 他讲九个字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不怀疑 不夹杂 就是都学六根 不间断 就是经年相机 他跟大师之菩 在讲的意思 完全一样 念佛可不能怀疑 怀疑你的功夫就破了 不能够夹杂 这多不容易 怎样才能不怀疑 礼仪 诗 搞清楚了 我就不怀疑了 礼仪跟诗 都在这部经上 所以这部经 可以天天读 每一天至少 读一遍 这经不长 念熟了 大概四十分钟 初念两个小时够了 恭恭敬敬 如同面对 阿弥陀佛 要以这样的恭敬心去读 就有感应了 然后 有时间 就念佛 第一行老法师 叫沟洛江 念累了 你就休息 休息好了 就接着念 在家的同修 有家无私 工作的时候 专心去工作 把佛号放下 工作完了之后 佛号就提起来 这都叫静念相机 这个事情说起来 好像很容易 做起来也得要功夫 要有狠心 要有毅力 开始学的时候 会端端续续续 常常忘掉了 忘掉叫神念 这就是业障的现象 自己要勇猛精进 把这个懈怠 懒散 要把它打掉 方法 过人 体能不相同 生活环境不一样 所以自己要能够调整 精神提不起来的时候 我拜佛 坐着念佛不行 倒壳睡 精神提不起来 精神绕佛 走着念 经文要是说透了 可以背诵 我一面精神 一面背诵经典 实际上 精神这两个字 是天台家修行的方法 就是 像散步一样 这是说 背诵花言经 天台是以花 发花经 发花为主 发花经呢 念得能背 经典是读经的 我们这个经 比发花经 短很多 发花七卷 这只是一卷 发花经的七分之一 读这部经 那现在还有个方法 有读经的这些机器 随身听 里面的金片 就是一部 无量寿经 你戴上耳机 跟着念佛纪念 好啊 没有进行的这个条件 也具足的要进行条件 这是好事情 念佛的速度 有三种 慢的 大概是一个半小时 中等的 是一个小时 快的 好像四十分钟 这个机器的三种速度都有 由你自己选择 要读经 要念佛 千万不要忘记 天天要干 念佛时间越多越好 要认真去干 万元放下 请不吝点赞